画面上就是屋林超过43年的安乐一起国宅 可以看到房屋老旧的样态 过去经过多年的讨论 时常无法达到都更的门槛 在地方的努力下 安乐一起6号基地都市更新会理事长表示 目前已经取得七成同意 还差六户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现场听取都发处的简报 市长谢国良鼓励6号基地能够赶快突破门槛 他也将带领都发处和大家一起努力 非常谢谢我们那个市府一上任 然后我们侠外爸爸很支持我们 然后呢帮我们就马上这个画 那个工画的那个都跟那个地籍这样子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让我们的 那个就是下一步要同意的压力 其实就会降低 那本来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八成才过 那现在就是下降变七成我就可以过 我现在是七成了 所以呢 再插六张应该就再插六张 所以我们会努力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 其实我们是三年前成立的 那我们整个过程就是包括我们的那个议员 都一直很支持我们 你有需要还没签的 一半个说明会我可以过来一下 我们本来就预计就 对对对我们今天本来就预计要 还送金美小礼 没问题没问题 现场的民意代表也都希望安乐一齐六号基地的更新脚步 能再快一点成为都更的标杆典范 现在六号基地已经成为安乐社区一齐的标杆 今天如果六号基地他把它完成的话 其他的几个基地才会有那个动力 所以才要拜托市长再找一个时间来给我们所有安乐社区 除了加给我们六号基的这些我们委员能够一个鼓励以外 也给其他的基地的一些人员 民能够有一个动力 现在大家比较急迫性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也就是我在议会那时候有提及的说就是漏水的问题 那漏水的问题其实都有 对全部都有 那所以就是要快一点 对那漏水的问题短期解决方案就是铁皮屋顶 快一点的但是根治的方法还是要重建 更重要的是说假设说有天灾来的时候这件事 这边的居民他们的安危是我们很担心的 所以如果这个六号基地能够顺利推动 尽早推动 我认为这会是在我们基隆市 不是只有安乐社区 基隆市一个典范 不要说我们目标当然希望整个范围都更 当然我希望说市府这边的辅导团队 应该辅导我们六号基地 两件事情 第一个让六号基地能够成为第一个标杆 第二个就是说六号基地怎么样跟以后 市长所谓的整个范围的都更 以后能够融在一起 四十年来都一直在分心这案子 其实历界的议员都非常关心我们三民的 都市更新的一些方案 问题就是说市长已经指示 我们明年也希望各位一桌子 我们要成立都更专案办公室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应该说只有半个科在推动都更 说实在的人手不够 六号基地已经快要完成都更的法规门槛了 那我们如果把它划进公社区域的话 从八十降到七十五% 其实只欠六张同意书 所以首先我们要请柯主委继续努力 欠那几张可不可以开个说明会 小爱爸爸也想要来共同参加 就像我刚刚讲的 县长签同意书还送个小礼物 那当然一方面是讲开玩笑 一方面也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我们也请议会支持我们明年成立都更办公室 那我们会针对基隆超过五十个地区以上的建物 然后我们要同时进行整合 当地民众也都很期待六号基地都更 能够为所有安乐一起国宅的都更 带来成功的范例 早日让这个台湾第一批示范国宅的都市更新 能够尽快完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李亮洁 基隆报导